嗯 大推 新年必做的開胃小菜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料理 叫做泰式海鮮涼拌料理 它是一點酸酸甜甜 然後辣辣的非常的開胃 食材都在這邊非常的簡單 沒錯 我們找來身材最好 煉蛋最美的林明珍 教大家如何在過年豐盛的大餐中 解除可怕的油膩感 接下來我們就請明珍開始幫我們備料 我的最大的夢想是當一名廚師 所以在家沒有事情做 就是亂煮一通 現在我們的明珍小廚娘都把材料備完了 整整的戰鬥要開始啦 所有的食材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開始調味料 調味料是我個人還滿喜歡的部分 因為我也是很喜歡就是很隨性的調 那我們先放椰糖還有檸檬汁還有魚露 然後我們要花一些時間來攪拌 要用那個愛來攪拌 讓它融化 差不多了喔 我們再攪多差不多 再半多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明珍陸續將剩下的材料放入均勻 攪拌著隨意放的態度 完全說著見就是大器啊 差不多攪...攪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 剛剛汆燙過的海鮮加進去 我跟你說 太簡單了吧 這差不多可以吃了喔 OK 我的海鮮呢 那個都下完了 這過年是非常非常適合 給客人準備的開胃菜 大概再花一下子攪拌均勻 就可以上菜了 新年一定要美美的擺盤 什麼都要美美 所以我們呢 海鮮先拿出來 那海鮮等一下呢 就要擺盤的時候 可以擺在上面疊得高高的 步步高深 跟你們說喔 這道料理你看 五分鐘不到耶 就完成了 最後呢 最後的點綴呢 就是要放綠綠的香菜 這樣子擦在中間 大功告成 太式海鮮涼拌料理 試吃時間到了 好啦 那我先 不客氣啦 我先幫你們試吃一下 現在就 先幫你們試吃一下好了 用手 沒了 剛剛好 蝦子很新鮮喔 真的有一點淡淡的那種 椰子的香氣 甜甜的 過年就做這一道就對了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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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辣了